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公不在了 婆婆在一块住 给婆婆在一块住 你院子也在那ita做起来 对 你的队上干什么 在村里 在村里边干什么 村啊 你今天队上在村里边干活 她上哪去也愿问我 愿问 你问我上哪里去了 她愿饭不 愿饭 也犯了 很少犯 我基本上也不乱多问了 我也知道她有什么事 梦 那就是一种梦 就是说作为女人来说 男人上她就不要问 一问她们干的什么事 她们的想法跟她女人不一样 但女人就是一家庭为中心 她们是一事也为中心 是吧 她整的钱也问我 她就在这个钱的花样上去 别问你 要不问你 好好 我基本上我不问你 妈妈就在那儿想你问 也无法问 这还不够家的中场开校 就是感觉的也没看 是吧 就是说你还能给她淘宝带一会儿做 淘宝和你之间的关系好 我没什么钱 没得好 就是假如说要有点小要不然 你俩来闹个别就也跟她对象说 我没说过 我不说 没说过 你这是会责习的 我从来没说 你还对于你来说 也不管对象的钱包 也不管是在哪儿说 说说有种不死百万种子 也从来都不问 我觉得那两个感情的很好 还行 是吧 你以为你能 你以为你能做到这三年很不容易 我拿的真是最好的 要不然你的感情肯定很好 通过刚才和这位妹妹的交谈了解到 妹妹说如果想家庭没满 就要做到这几点 不要管男人的去向 不要管男人的钱包 不要向男人抱怨她的父母 这样才能够更幸福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